那说到这个德国的钟表品牌 其实数一下都有一百多个 那有评价 有中阶的 甚至到高级的这一种制表的品牌 当然也有极少数是这一种独立的制表品牌 不过真正全面使用自行开发的高端机芯 而且自行研发超过50枚机芯的这个品牌 就只有两个这个阿朗&Zorner 电堂机这个高级的品牌 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is Time Piece GDC4的小刚 这一集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 值得入手收藏的这一种顶级 电堂机的这一种名表 那1815可以说是阿朗&Zorner 两个最具代表性的表 当然两个当中往上有这个Richard Lange 往下有这个Zaxonia 不过他们其实就好像他们自己本身的价位一样 那Richard Lange很多时候让人实在是 高不可攀的 那Zaxonia又多少带了一点点这一种入门味 那相比之下 这个1815感觉起来的确是最中庸的这个选择 再说 这个1815万表系列 它的这个名称是源自于这个 阿道夫朗格的这个畜生年份 精湛工艺和非凡元素都全部出自他的手 很多朗格里面复杂功能的这些表款 都原生于来自这个1815这个系列的表款 那Lange身为一个电堂级的品牌 有着一个完美的配置规格 那再加上他在二手名表市场上的价格 使得他在这个二手名表选择当中 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一个款式 有很好的这个流通性 当然也有非常好的这个二手的保值能力 那论品牌本身的这个工艺收藏价值 也是非常的高 那小刚手上这一款 是已经停产的40mm的尺寸 也比现在38.5mm来的好看 那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尺寸 这个40mm 那整体表盘和表格看下去都非常的协调 40mm的这个表格呢 配上他的表盘 不会感觉太过拥挤或是太小 而且40mm最重要的是 他这个18K的这个金的分量 也肯定比这个38.5mm多 你戴在手上可以说是非常的沉稳的 那这一点小刚个人真的非常的喜欢 那从1815的设计上去看呢 他其实非常有这种 类似19世纪的这个怀表的这种灵感 那沿用在今天的这个朗哥 电堂级品牌去呈现 自然拥有那种极致优雅的高级味道 那带起来又有那种大品牌挂保证的这个优越馆 事业有成以后啊 用这一支表来犒赏自己啊 绝对是相当合理的事情啊 那来到机星的部分呢 一定很多熟悉高级品牌的表友们啊 一定很记得一句话了 这个后面比前面更美哦 那真的要讲一讲这个数据就真的不用去多说什么了 那你光是用眼睛去看他的机星啊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味道啊 那看到这种王金的套筒啊 这个go chaton 那传统微条螺丝的这个平衡百轮啊 额颈微条 而且这个群众他的这个百轮甲板啊 这个桥啊 这个桥板的部分啊 还是在这个顶级制表界啊 功力非常深厚的这个制表时啊 手工去啊 这个雕刻完成的哦 那最后说一句呢 除了德国制表工艺啊 与瑞士啊 制表工艺不同之外呢 最特别的也是他的这个机星啊 悉密的这个抛光修饰了 那表迷的我们啊 那身为表迷的我们啊 选购这类型顶级名表啊 除了这个考虑品牌知名度与表款以外哦 我相信这个机星的修饰工艺啊 和精细的程度啊 肯定是一个重要的选项啊 因为买这等级的表款 不可能会讨论这个精准度嘛 那如果你开口闭口 就说精准度啦 走私啦 那证明你这个人啊 一定是还没有真正拥有过这种顶级品牌啦 也不了解什么是顶级品牌的工艺精髓所在啊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拜拜